现在的娱乐行业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娱乐内容 也是越来越多样化相对应的 娱乐圈新老明星的迭代 也是越来越频繁那么生活中的明星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还是来看看娱乐圈这些不成文的规定吧 不成文规定一聚餐不能请胡哥 我们都知道 胡哥是娱乐圈的一名优秀演员 因为有优秀的员工 所以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出现在又一次胡哥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的时候 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把寿星的风头都给抢走了 其次 胡哥本人也是一个喜欢吃喝的人 据说胡哥在聚餐的时候 全程下来不管多久 他可以不看手机一次也是个吃货 本身没错 那么不成文规定 二 K歌不带陈奕迅 我相信 每个人都知道 陈奕迅是音乐行业的领军人物 陈奕迅的歌曲 几乎是KTV必不可少的 在原创歌曲面前唱歌的朋友 不可避免的会有压力 陈奕迅在KTV里 仍然是一个卖把 但是仔细想想 能够近距离聆听上帝的歌曲 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不成文规定三 不请肖敬腾参加演唱会 我们都知道 肖敬腾的昵称是雨神 因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陷雨 他举办过多次音乐会中途陷雨 导致许多歌迷在雨中观看音乐会更有趣的是 肖敬腾的雨神形象 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 许多新生在军训期间 许多大学新生军训期间 都在宿舍用灵时计肖敬腾来求雨 所以要是想开演唱会的话 为了确保演唱会的顺利 还是不要请肖敬腾的 不成文规定四部和七V搭牌 知道一点的人都知道照片中的七V 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尤其是如果对方玩牌满 七V会不耐烦指甲 会不停地蹭桌面 所以七V的朋友们 害怕在娱乐圈和她一起玩牌 不成文的规定 五综艺不见赵丽颖了 赵丽颖作为一朵流行的花的受欢迎程度 一直在不断提高 而且节目的流量也非常大 然而尽管如此许多综艺节目 仍然很少见到赵丽颖 这是有原因的 赵丽颖在娱乐圈有一个昵称 那就是赵小刀了 在以往的一些综艺节目中 赵丽颖经常对明星说的话进行补刀 搞得一些明星也是非常的尴尬了不成文的规定 六不与李小璐做闺蜜 以前说 李小璐坑闺蜜可能大家都不认同 毕竟李小璐在娱乐圈里的闺蜜数不胜数 但是叶树门事件改变了每个人的观点 这件事不仅玷污了李小璐的形象